Ready Go 大家好 我是Micky 設立之後一手市場尤其活躍 多個新盤都出現大手核數貨 甚至一手數全層 今集會去到近期備受投資者歡迎的 港島東對Hoban參觀兩個租盤 究竟這類樓盤有甚麼吸引投資者 他們最新的中任情況又是怎樣呢 看完之後大家可以下面留言 講一下看法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 喜歡訂閱的朋友就快點訂閱我的頻道 和按旁邊的鐘 上個月底政府全面設立之後 用家和投資者都加快入市部分 綜合市場消息和一手成交紀錄冊 3月不夠半個月已經錄得超過2000宗成交 隨著有多個新款開賣 預計今個月全月的一手成交量 有機會突破4000宗 創紀錄新高 購買力主要是來自投資者和非本地客 由於現在買第二間住宅物業 不再需要給樓價7.5%的新住宅重價印花稅 而非本地客和公司客 亦都無需再支付樓價一成本的納稅 他們都只是需要繳付第二標準稅率 也就是最高僅樓價4.25%的稅項就可以了 變相都造就多個新盤有大手客掃貨 一客多食的新聞頻頻出現 保守估計設立後不夠兩星期 已經有超過90組大手客入市 買入不少於270個單位 消息很久的西餅客也從出江湖 好像買西餅一樣一搭半搭賣入單位 上個星期恆地長收還 The Great Fair Place 市傳有大豪盒一口氣賣了兩搭 而超過1億6600萬 買入1A座和1B座 29樓頂層全層24個單位 賣設立後市場最大手幾天新盤數貨成交 我留意外面一手市場 大約看銀碼計 大約400至800萬之間 這些單位其實戶型的吸引率是大 特別可能是400萬 開放設置1房 10至2房 這些單位其實都很受用家歡迎 包括投資者當然 所以變成成交率是特別大 如果你說超過了這個銀碼 相對銷碼的銷碼當然沒那麼刺激 我想稅也是其他原因 因為設立之餘 我們那個稅其實都比之前調低了 因為之前600萬是3%稅 現在是2.25%稅 變成是比之前便宜了 還有因為現在相對來說 投資者的比例是高一點的 他們買樓的包袱沒有那麼大 所以他們純粹都是計數 出手是快 現在那個銷碼 就突然間會刺了很多人 除了Begravia Place之外 行地多個主打性銀碼的新盤 亦都被受大手客歡迎 好像今集參觀租盤所在的 收機灣道The Hoban 亦都市傳有大手客 分了兩輪銷售 買入合共16個單位 The Hoban在港鐵西灣河站 和太古站的中間 走過這兩個站 大約需要4至6分鐘左右 它只有一座 提供420房 涵蓋開放式制度三房套 連駐密室戶營 使用面積由200尺至574尺不等 現在就剩下17火代售 包括2火的特色戶 河武在去年已經入了火 仍然在進行燃口銷售 看回The Hoban首次推出的時候 是在2021年9月 當時受批88火 折述平均尺價接近2萬9千元 不單只跪著則如衝力來新盤開價 更加值得當時黃竹坑站新盤 廣島南岸頭兩期 進環和陽海開價 可能因為定價都頗進取 又或是受到疫情等因素的影響 所以銷程都比較緩慢 去年一手掀起減價潮 不少新本都增加折救優惠 甚至值減流價來吸壓去貨 The Hoban都不例外 去年7月的時候 將部分價單的最高折救率 由原先6%大增至24% 變相減價大約2成 所以之後的銷售速度都有明顯加快度 不過真正令The Hoban 進入最後階段的一定是設立之後 這個月做了三輪銷售 總共推了88個單位 其實在不夠兩個星期之內 已經賣了85個單位 始終這個項目的價錢 暫時都是用回蠟椒之前的舊價 都是比樓盤便宜的 所以投資者是多了出來賣這個項目的單位 本身我們泰富城區 其實都比較少新樓 因為附近周邊的樓盤都超過40 唯獨這個項目 有新樓供應 以及現在租的市場 特別年輕的一班 他們的心態是改變了 他們寧願租一些新的單位 小一點沒有問題 所以這邊的租務市場其實都不錯 如果你說赤租來說 這邊的赤租大約是65至70元 相對回報來說 計算他現在賣入價 都有3.4至3.5厘 但Hopen主打開放式和一房戶 當中一房最多 連特色戶就佔總貨數大約五成八 我們第一個參觀的租盤都是一房 不過就是平台單位 身後面積257呎 業主現在叫租21,000元 赤租大約82元 同時都以798萬放盤 進入單位會私下有條圓關走廊 有大約16呎 始終單位只是250多呎 所以發展商都利用這裡 來放雪櫃和蒸爐 他們都是來自德國品牌西門寺 而一房來說 我覺得雪櫃的容量都頗足夠 蒸爐上面就是儲物櫃 都有一定深度 不過變相這裡就沒什麼位置放鞋 轉過來就是看房式存房 是一字型的工作桌面 見到其實比差空間就不會特別多 不過上下都有櫃來儲物 加上這裡本身樓底高 所以其實你看到收納量很充足 單位最高樓底有3.5米 即近12呎 所以拿東西擺的時候 都要單方躺梯才可以 開房式廚房配備基本家電 洗衣乾衣機就在爐頭下面 同樣來自西門寺 下飯廳呈以長形 有大約90呎 這裡闊2.4米即近8呎 梳化和電視距離都算適中 但可能將電視機掛上牆就會更加好 見到現在業主就放了一張桌椅 如果在傢俬擺位上面 可能就會在旁邊放一張小小的餐桌 這個是特色單位 雙連了個277呎平台 換言之其實比起裏面內籠還要大 這個單位其實看出去都是以樓景為主 不過在樓那之間都可以看到少少海景 這裡向東北 前面的樓就是太古城一旗 都有少少距離 未至於很近很壓迫 平台就很大了 程以L型 雖然是入契 但都要留意 當有大廈外場檢查 清潔和維修等進行的時候 工作人員是有權進來的 和將吊船停泊在平台上面 所以都不建議放些大型 或者難以移動的物件在裏 我們過來睡房看看 一進來發展商已經做了一個衣� 也有利用到高樓底 也做到上頂 所以收納量是非常之多 我們再進來看看 這裡就是尋區的空間 大概是三十多尺左右 只放了一張床 這邊的衣櫃都可以打開 如果想放多張小的書桌 或者梳妝桌 就需要放一張比較細的床 這裡有一隻曲尺形的落地大窗 不過因為房間和客廳同向 所以看出去都是以平台和樓景為主 對好評的一房都是採用套設設計 不過發展商越設的衣櫃 就令到睡房和浴室之間 好像多了一條走廊 如果有親朋戚友來的時候 在睡房這邊 加到屏風就可以補助花絲人了 浴室空間不大 所以都用到燙門去省位 採用機缸 收納空間就主要集中在鏡櫃 都有一定的深度 擺放不少東西 不過就是黑次來的 不利通風 業主現在叫租21,000元 赤租大概是82元 似乎比近期一房的租務成交 赤租大概65至70元 高最多26元 不過其實現在的赤租 只是計算單位內佬面積 而屋外的私人平台面積 是沒有在赤租計算範圍之內 所以才令到赤租變得那麼高 如果計算平台面積之後 這個租本的赤租只是大概39.6元 反而比起市價範圍還要低 業主在去年年底以718萬招標賣入單位 但價錢最後是現這一口價租出 在未扣除管理費之前 租金回報率大概是3.5厘 高過港島區一般小型單位的水平 代理就說 Durkopen的管理費每10呎大概5元 由於租本屬於平台單位 所以管理費會較貴 是1410元 折合大約5.5元 我們就儘管計算了 如果扣完管理費的話 單位的租金回報率都有近3.3厘 由於政府都刺銷了SSD 即是沒有兩年金收期 所以業主都同時以798萬放售單位 來試試水溫 測價大約3萬1千元 不過因為物業暫時沒有二手成交 加上附近以舊樓為主 所以都比較難和放盤直接比較 如果參考同區樓齡大約5年 但距離比較遠的君豪峰 近期的二手平均尺價 就是近2萬3千元 放盤的叫價是高大約3.6元 不過都有留意 君豪峰近駐港鐵側月衝站 周邊的交通配套 和The Holborn不同 交上它的成交比較疏落 今年暫時只有3宗 所以都未必能夠完全反映實際市房 雖然房盤位於三樓的特色樓層 不過這裡和大部分標準樓層一樣 都是一層有17房 其實The Holborn是拆分了AB兩翼 但沒有用到房衣門去分隔 一起共用三部電梯 基本上每層只有一個兩房單位 來自A1室 所以全盤也只有24房 第二個參觀的租盤就是來自高層的兩房戶 租面積452呎 業主租$32,000 尺租$71 這裡一進來 同樣都會有條圓關走廊 有26尺左右 不過這裡向前走多一點 就會有個薄薄的圓關櫃 上面就是儲物櫃 下面就是鞋櫃 如果覺得不夠位置放鞋 其實在這一邊還有一間儲物房 看到業主其實都還有些櫃 可以當是衣服兼用 不過做完櫃之後 轉身位就少少窄了 轉物室大約20呎 上面配備了冷氣機 出來廳區看看 這邊就是客飯廳 另外這邊就是開放式廚房的位置 現在有兩邊的工作檯面 備充空間非常充足 不過其實這一組櫃是業主訂造的 但我覺得做了這一組櫃之後 就沒有位置可以放到飯桌 可能都要靠櫃放 又或者放在客廳那邊 其實開放式廚房這一邊 本身收納空間已經非常足夠了 因為發展商都完全利用了3.5米高樓底的優勢 做了一大組到頂的儲物櫃和展示櫃 不過備充空間就真的不太多了 可能業主想彌補回 發展商配備的家電 都跟剛剛看的一縫租盤大致相同 這部蒸爐就升級了去MIRROR品牌 這邊相連了一個16呎的工作平台 有助疏散油煙 由於樓層高的關係 所以能夠望穿前面的樓 遠望東九龍和維港一帶的海景 代理就說要到26樓以上 才可以看到這樣的景觀 如果這邊是客廳就更好 轉過來客廳 這裡有大約67呎 同樣闊近8呎 所以放在家具上來也不會很難 這組單位是比較特別的 客廳都相連了一個22呎的露台 換言之它是有雙邊景觀 自然光線就更加均勻 而多打開了兩隻門之後 對樓通風都不錯 這邊就是向西南 望向沙基灣配水闊一帶的山景 不過都會見到Malm Parker Residence 和康夷花園等的樓景 睡房和浴室沿著走廊入 先看看近廳房 這間房就大約40多呎 看到業主其實已經度身訂做了一些家資 這邊就放在衣櫃 另外這裡就放在床 另外中間就放了一張小的書桌 就放在這裡 不過剩下的走動空間就不是特別多 這裡都是跟客廳同向 所以景觀也是以山景和樓景為主 這間睡房對面就是浴室 它是名字 反而可以看到海景 不過浴室就不是很大 同樣要用到燙門來省位 所以就算上到兩房 都只是棋缸的設計 最後我們看看主人房 這個主人房有70多呎 看到這邊就放了一張雙人床 另外這邊就做了一個衣櫃 會遮了一點窗 不過本身這房間兩邊都有窗 所以就算遮了一點 採光依然非常充足 不過我覺得私印度差點 可能都要像現在這樣拉上沙簾 這個租本稅新已經以3萬元租出 不高過港道區一般中小型單位的水平 其實看成交紀錄 對Hopen之前租出的兩房 月租都是低過3萬元 今次能以這口價租出 除了有機會和層數 或者單位配備基本裝修有關之外 也有可能因為項目甚少兩房租盤 今天最新的資料去看 有9間有鎖匙可以看到樓的租盤 另外有6間先預租 為何要預租呢 因為它是未成交的 不過預先放住租 即是如果你有鎖匙加上預租的 加上就大約15個 兩房就一定沒有租本 主要我看到都是一房 再加少量開放式 現在我看到新房租的 其實都是跟市場價去租 今集沒看的開放式 代理就說月租由15000元起步 對比附近的太古城 對Hopen的赤租確實不便 不過始終是新樓 加上設有匯所 提供健身室 燃煤廳和都市農莊等等 16項康體和休閒設施 所以都有一定的吸引力 物業都有提供13個私家車車位 不過代理就說 暫時仍然由發展商自由 就沒有出租或者放買 車位就不算多了 不過就算是這樣 這裡出入都很方便 而且附近有不少的民生小店 過幾條街又有泰安樓 或者走去太古城中心又行 所以買東西吃東西都有不少的選擇 接下來新盤就有一個接一個 究竟可不可以延續到現在的勢頭 就要拭目以待 大家覺得未來的新盤市場會如何 都可以留言告訴你 有機會獲得咖啡奶圈 最後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就記得like和share